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 有网友举报 金门偏僻产业道路竟遭乱丢大批垃圾 金门县怀保局今天说 已会同金湖镇公所到场破贷检查搜证 并将寻账单等资料以单追人 含请相关人员陈述意见 在依法告发 金门县没有垃圾焚化炉 一天约35公吨的生活垃圾 仰赖台湾本岛县市处理 以致在金门前端的垃圾分类检查 较以往更严 却也间接导致原本就存在的偏僻地区 遭气致垃圾情形与施加剧 有网友近日上网检举 撂罗附近之偏僻产业道路 有民众乱丢垃圾包 造成环境脏乱 引发民众讨论 有人直指公部门待乎职守 现环保局长与亲父会同辖区金湖镇长蔡西湖 23日动员20多人及资源回车 抓斗车等机具到现场 果然发现大批建材废料 还有小吃店的价目表 破贷检查后 发现电话 税费账单等相关通讯资料 环保局长吕亲父表示 自从9月对路边急乱丢垃圾进行破贷检查 已开出40多张罚单 依法事情节每张罚单可出1200至6000元 不等罚金 据初步统计 遭查或乱丢垃圾这约有7成是外来客 三成是集社金门的相情 三成是集社金门的相关